你好,我是圆圆 这是我们家宝宝 她的外号叫老干部 她现在五个月了 然后妈妈准备要开始减肥了 我怀孕前是67.5 然后剩完她大概就68公斤 我孕期好像就没有怎么胖 然后坐月子的时候呢 又胖了一点 大概到69.5吧 这是我第一次进辣妈营时候的起重 第一次下来之后 我的起重就差不多 剪到64.2左右吧 其实剪了还蛮多的 我大概这辈子第一次剪了这么多 妈妈要变辣妈是不是 这是今天开营的第一餐 量还蛮多的 第二天的早餐 一开始可能是对奶水还是会有一些担忧的 因为就毕竟还是宝宝会考虑的比较多一点嘛 我觉得当妈妈也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嘛 就是母骨它是一个很智能的东西 它会根据宝宝的需求 它自动去调节啊之类的 再看看辣妈营的菜单啊什么的 你就好像也不会有那么多担忧了 喝水打卡 如果多喝水的话跟母乳也有关系 也可以保证一定的母乳量嘛 因为很多妈妈之前是喝很多油的汤的嘛 它其实那个也是液体嘛 如果现在你一下子把那一部分的量去掉了 那你就要通过水分来补充 进了辣妈营之后 硬食结构其实是跟我以前是有不一样的 我其实以前就水果买的还蛮多的 但现在会知道其实水果也还蛮容易变胖的嘛 然后会控制量 所以我今天买的就很少 就买了一个蓝莓 还有之前比如说买酸奶 然后我一直觉得多喝酸奶还蛮健康的对吧 也不会特别是注意里面的配料表 然后其实有很多是风味那种酸奶嘛 就里面的糖分啊添加还蛮多的 就好像是以前我比较调远的这个酸奶 然后但是这个其实里面是含白砂糖的 但最近它有出这个无糖的系列 我觉得还是还蛮适合的 有蛮多加菜的 进了辣妈营之后 就是整个饮食都很健康 我觉得如果说家里人跟着你一起吃的话 就是对大家的身体健康都蛮好的 三文鱼用柠檬还有黑胡椒 腌了一下去吃腥味 反正黑胡椒也是万能调料 好了可以吃饭了 差不多多少 20分钟吗 好的20分钟完成 你试一口吧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小的吃的 小一面我今天吃 小的这个面 三文鱼啊 嗯 还行吧 我只能翻个白眼 我还以为是鸡肉或者牛肉 嗯 我应该配牛肉比较好 包括就是给宝宝做腐食啊什么的 你都会食材上面 就是大家可以吃一样的食材 今天宝宝的早餐跟我的差不多 很多都有红薯 黄瓜 胡萝卜 还有菜菜 我进了辣马银 之后才开始吃腐食的 所以我觉得也特别好 就是因为会学会看一些食物啊 或者说挑选一些适合宝宝的食物 其实宝宝的腐食 我之前的概念就是 商场里面有卖那种一罐一罐的 都是很适合宝宝吃的 那现在我去买东西 如果不是食材本身的东西 那我一定会看一下配料表里面 有没有一些 就添加剂啊 或者白砂糖啊 所以我尽量给它选择 就是没有添加糖 和盐啊之类的产品 然后像这种的 就基本上都是食物本身的材料 没有别的那种添加的东西 这个里面有南瓜 大米米粉 鸡肉 就还蛮适合宝宝那个吃的 对 所以我觉得辣妈营可能说 你在营内可能是40天 但是重要的是 你之后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 然后你自己去学会怎么挑选食物啊 或者说以后自己怎么去保持这个习惯 我老公说我当妈以后 真的毅力比之前好很多 今天外食 然后会选择一些生菜 三文鱼 还有南瓜 这里面还有一些藜麦什么的 这件事啊 今天跟大家出来聊天 带着臭票 现在差不多了 我还没跟你说 你都没讲吧 你都没讲吧 我们到叔叔到同州去完了 参加同学机会 妈妈吃上面稍微控制一点啊 好的 好吧 好的 没问题 好吗 豆母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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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着爸爸在大学食堂吃饭 妈妈吃的什么呀 妈妈吃的还挺健康的 父老公跟同学也去烧烤了 我只能在房间里面 点room service 然后这个牛排的酱我不吃 但是这么多来说还可以吧 有了宝宝之后 其实妈妈蛮难脱身的 会要看到你啊什么的 如果跟她一起运动的话 一也是陪她玩嘛 她自己下去也很开心 然后自己又可以运动到 老嫂你不要亲我 是不是 亲你妈 宝宝你累吗 累吗 累吗 自己生完病就是这样 懂不懂就哭给你看 哭一个 多了一个大雅的 你看它几件 才现在14斤 等于举这个14斤的 妈妈的旗子称 否则很痛 然后有一天隔一天的那个有养日 有养日的话我就带宝宝一起去那个楼下快走 今天是有养日 我们又来快走啦 妈妈以后就是自己去健身房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可以带着宝宝一起做运动 今天爸爸也一起来 开始咯 我可以带着人来 这么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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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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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想培养就是宝宝 就从小就比较运动能力强一些 我觉得特别是男孩子 或者说对以后的那个 我觉得学习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会有帮助的 宝宝总算睡着了 妈妈要下去快走 你要乖乖的哦 这周状态超级好 现在我在快走 宝宝已经睡着了 但是还是走得有点晚 下次要争取早上六七点的样子 出来跑步啊 或者快走试试看 我觉得早上运动的话 一整天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好 最近都是四十几度的天 所以都没有下来跑 一直在家里面训练的 然后今天想说 还是要跑一下 效果更加好一点 就是有氧和一些那个中期训练结合的做 我感觉之前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跑了半个小时了 然后我老公打电话来说儿子醒了 所以我要赶快回去啦 今天先练到这儿吧 我感觉整个人都湿掉了 超级热 感觉现在的空调应该会超级爽 哈喽 现在是九点三刻 我要准备睡觉啦 前两周就是特别晚 水的差不多都要12点以后睡觉 然后兼职效果呢就比较差 这一周我想把时间调整一下 嗯 今天六点半就带着宝宝出去 走了一个小时训练完了 然后晚上就不会特别亢奋 因为我平时后我十点钟左右才刚刚训练完吧 然后就很容易兴奋 睡不着 嗯 今天就是期限训练完了之后 好像感觉还行 晚安 哇啦啦啦啦我的宝贝 卷的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 要你知道你最美 要你知道你最美 这一期四十天又结束了 然后每期结束 它就会有一个这种对比罩嘛 然后这一次的话瘦了五斤 腰尾上面少了两厘米吧 胸围啊 臀围啊 腿围啊 都差不多在1.5厘米到两厘米左右 呃不是那种皱紧那种 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 我觉得 这个是我就产 而不是训练营之前的裤子 其实本来就是那种完全包住的 但现在穿还蛮宽松 然后腰围其实也大了蛮多的 还有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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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 这裙子也是好几年没穿上了 现在中秀又可以穿了 就像我以前就很大部分都是黑色或者灰色 因为就还可以稍微遮一下肚子啊或者怎么样 但就现在就稍微瘦了点之后 心态就不一样 就整个人都彩色起来了 就你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啊 或者说可以稍微露点肩膀啊 露点手臂啊这样子 就不像以前那么就壮了嘛 然后我爸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爸一直叫我减肥 以前我去那个健身房减肥 都是你受多少斤 奖励你多少钱 就是这个样子 就很感谢家人 我有妈妈帮我做饭 然后我老公回来也确实会 就比较支持我 比如说我下去跑步什么 他会帮我带宝宝啊 就是分担很多嘛 就我也觉得他还是一个蛮称职的奶爸 有什么影响